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想来给你们测评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类单品 就是衬衫 那今天一共会跟大家测评七款衬衫 分别来自七个不同的店铺 那还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我会安装面料 做工 色差这些问题 给大家进行一一测评 那欢迎大家在弹幕里给每一款衬衫进行打分 那希望我今天的测评能够对近期想买衬衫的小伙伴有一些参考 那第一个要跟大家测评呢 就是范诺家的这一个白底儿樱花的一个小衬衫 它价格呢是179元 面料呢是一个具体纤维的 就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的这个面料 所以就不再重复了 它的一个厚度呢是偏薄一些的 就是在这种入秋的季节 如果单穿的话可能会比较冷一些 那如果是外面套外套穿的话 我觉得这个厚度呢也是还可以的 做工方面呢就是我检查了一下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接口处呢还是会有一些小的线头 颜色是一个米黄色的 就对比它淘宝那个模特图 基本上是没有色差的 那它上身呢就是一个oversize款的 它的肩呢是一个吊肩的 它的袖子也是比较长的 就我觉得女孩子穿的话 把它卷起来这样一截 是更加干净利落一些的 这块我整体觉得就是 它缝在裤子里面穿会更加好看一些 那如果是过一阵 就是天气再凉一些的话 在外面搭配一个这样的风衣外套穿 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 As usual家的这个蓝白条纹的一个衬衫 价格呢是268元 它的一个面料呢也是迪伦的 所以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很多遍了 这也就不啰嗦了 厚度呢也是比较薄一些 就跟上一款跟大家测的那个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入秋这个季节 单穿的话可能会比较冷一些 比较适合外面去套外套去穿 做工我检查了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做工还不错 颜色呢我觉得比它那个淘宝的 磨兔图要更深一些 就是它这个蓝色的条纹呢 是一个深蓝色 涂变上去好像比较浅一些 食物拿到会要更深一些 这款的真人风格呢 就要更加偏职业一些 它是这样一个合约边领子的一个设计 非常适合上班通勤的时候去穿 那我就给下面搭配了一个 我给人上班会穿的一个黑色小裙子 那我自己是觉得这款搭配裙子穿 要比搭配裤子穿更好看一些 这款呢是大表姐同款 我本来是不知道的 就是逛那个淘宝店的时候 然后看到了那个他们放了大表姐的照片 这个的价格呢是469元 面料呢是一个纯棉的 但是它是有后路的那种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穿就正好合适 所以它的整个看上去比较硬挺一些 不是那种软啪啪的那种棉 做工方面呢我都仔细的看过了 没有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那些线头啊 走线什么都是比较工整的 颜色呢是一个宝蓝色的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色差 这个颜色应该会更适合冷皮的妹子去穿 那这款呢跟我第一个跟大家测评的那款的款 版型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这种BF风格的一个oversize款 但是因为它这个面料要厚一些 就是显得更加硬挺一些 版型也要更好看一些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扩形的版型了嘛 所以我就不建议大家再去拿更偏大的码数 如果是股价比较小的妹子的话 再拿偏大的码数可能就比较难撑起来了 会没有那么好看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它这个印花的部分 就是这样子看好像是一个白色的树 就是条纹 但其实它是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人 把它接起来的就比较有特点一些 那除了像我刚才那样 就是放在裤子里这样去穿之外 还可以在里面穿一个打底的 比如吊带衫啊就领子比较低一些的T恤啊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外套这样子把扣子敞开来穿 这款呢本来是我比较期待的一款 但是拿到手后真的略略的有点失望 它做工呢真的比较一般 就是它领子到扣子这个地方都是明线的嘛 其实明线呢对做工的要求是要更高一些的 但是它这个标这里做的就真的看上去很粗糙 然后还有背后领子这个地方 就真的感觉拿到手中没有太多的质感 然后它的面料呢是一个纯棉的面料 但是是一种比较薄的棉 所以就是看上去软趴趴的也比较容易打皱 这款的一个扇转效果呢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它的这个袖子的长度 我穿着也比较合适 而且面料也是纯棉的嘛 就穿上去挺舒服的 它这两边是做了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这边有一个摆折压皱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它这款能做工 如果做的再精细一点的话 会让我觉得这款衣服更值得购入一些 前方高能预警 我要测的这一款呢 肯定拿出来大家又会说了 哈哈哈哈 为什么up主会选这一款呢 有那么多好看的衣服up主为什么不选呢 就是这个 然后它是茉莉亚籍的那个店铺的 就是我之前是在微博上发了一条 微博就是让大家把想测的店铺在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我就可以选来测 然后这家店呢买回来试一试 它的做工呢真的没有问题 就是虽然这个颜色 就是我拿到手之后真的觉得有点土土的 但是不能冤枉人家的做工啊 就是做工啊品质这个确实还蛮好的 但就是颜色要比它那个淘宝店铺的图片更深一些 所以看上去整个就是略图 这款衣服的版型穿上去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秀的这里也很合适 但我就是觉得它这个颜色可能看上去就是不太好驾驭 没那么洋气 那我就试着在外面加一个外套 然后减少一下它这个颜色露出来的面积 看一下会不会好一些 我尝试在外面搭了一个外套 就是减少一下它这个里面露出来的这个颜色的面积 可能会相对要好一些 这块我就直接站着跟大家说吧 就是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品牌 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呢 这个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这个呢它的面料是一个底轮的就没什么好跟大家去说的 但它是会比较透一些 所以内衣呢就要选火胸或者是肉色的内衣 它只有一个码数就是军码的 我的腰围呢是64 就是大家可以对比参考一下 但是它后面这里呢是有松紧的 那这个款式呢其实对灵性身材是比较友好 就是它腰这也优瘦的比较好 然后又能遮住一些跨步 但它的这个领形的设计呢 就是如果斜方机这里比较突出的小伙伴呢 可能就会显得这里更突出 以及它对就是后背如果是比较厚的妹子的话 可能是不那么友好的 这款呢是一个韩国小众品牌 我是在这个就是韩国品牌的一个集合的天猫金钱店里买的 它价格呢是499元 做工方面呢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它这个款式呢就是男生和女生都可以穿的 就是从它这个款式来看 很像那种男生的那种开山外套 它的颜色呢对比它淘宝店的那个模特图来说要更蓝一些 它淘宝图片的照片要更偏灰一点淺一点 但它食物的颜色呢是要蓝一些 就是食物的颜色拿到手也是好看的 OK那我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了 大家最喜欢的衬衫是哪一款呢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请多多给我点赞投币收藏 还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可以赶紧关注我 如果想看更多我的日常以及没人出品